杨玉环卸去投差 退去华府 在簇拥之下 缓缓迈入华清池 周围水汽阴晕 趁得他不似凡间之人 华清池太大 玉环像是有点害怕 轻呼了几声 就见一个人影 缓缓向他走来 大唐天子庄重的面孔 出现在眼前 玉环切生生地叫了句父皇 但李隆基却说 以后要叫三郎了 在这之前 他们是温习 可从今往后 两人就是文明大唐的抗礼 他们遛狗骑马 野外同眠 皇宫内整日仙月不断 李隆基甚至荒废朝政 只为跟玉环待在一起 可此时 二人还只是夫妻之时 没有夫妻之名 毕竟这种感情 连开放的大唐也无法接受 人前 玉环是卫天祈福的女道士 人后 才是那个让玄宗浑迁梦宁的绝代家人 可这天 两人一起观看斗鸡 两鸡童子不小心说错了话 谢太真娘子 千岁 千岁 千千岁 此言一出 周围议论纷纷 高丽氏连忙打眼色 让童子退下 可李隆基一摆手 让他重说一遍 祝太真娘子 千岁 四周一阵轰向 玉环面上挂不住 就准备离席 但李隆基 却是前所未有的认真 让阳鸡童子 再说一遍 祝太真娘子 千岁 千岁 千千岁 这最后一遍说完 没人敢笑了 反倒是起身抱拳 一同祝贺 玄宗便顺势下旨 封杨玉环为贵妃 策封大殿当日 玉环身着红袍 显得格外美艳 而且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整个杨氏家族 被召进宫内 女眷享受荣华富贵 男人 各个官运亨通 李隆基甚至为了杨玉环 派兵马去摘新鲜荔枝 耗费多少兵力 死了多少匹马 他都不在乎 对于现在的李隆基而言 没有什么 比博得美人欢心更加重要 就连宠臣安禄山 都投其所好 主动提出 要认晓自己 18岁的杨贵妃为母亲 白天享乐 夜晚纵歌 能博玉环一笑的新鲜荔枝 被快马加鞭 送入宫中 喝得醉醺醺的李白 被李隆基 拉来为玉环作诗 他跌跌撞撞 坐到笔墨面前 左手扶着朝臣 右脚踩着高丽氏 写下了那首 云响衣裳 花响容 春风伏剑 路滑浓 若非群玉 山头剑 会向摇台 月下风 玄宗读完 连念了三声好 还把这首诗排成歌舞 只为了哄玉环开心 贵妃就这样 每天生活在秘贯当中 以至于忽视了玄宗的帝王身份 这天 玉环去找李隆基 听到屋内传来男人和女人的笑声 顿时心生促意 大门没卖 掉头就回了寝宫 等玄宗来找他时 也是一副爱他不理的模样 甚至打开笼子 放走了象征二人爱情的鹦鹉 杨玉环没有办法压抑内心的感受 在他眼中 李隆基不是什么大唐之主 而是自己的丈夫 他被嫉妒冲昏了头脑 开始出言不逊 玄宗听到这话 气得浑身发抖 他可是大唐皇帝 一介妃子 怎么敢说这种话 这可是忤虐的大罪 李隆基当时下令 命人将杨玉环逐出宫外 侍女们都吓得跪在地上 高丽师也劝他 服个软 皇上就消气了 可玉环偏偏觉得不行 说什么都不肯认错 还直接让人背车回了娘家 他以为回家后 能收到兄弟姐妹们的关心 但这些人 只在乎自己的荣华富贵 甚至担心收留贵妃 会不会被玄宗怪罪 听到这些话 杨玉环的心彻底凉了 真是显贵亲情 薄如纸啊 玉环被赶回娘家第二天 李隆基在后宫设宴 榴莲在妃嫔之间 看起来完全没有 把她放在心上 可实际上还会流露出一些寂寞 这一切都被高丽师看在眼里 她打着玄宗的名义 给贵妃送去很多真修佳肴 这种举动 没让玉环开心起来 却把那群亲戚搞心怀了 送东西就表示 皇帝心里还有自家妹妹 只要一天得宠 荣华富贵就绝对少不了 他们开始窜夺玉环回宫 说她耍性子不本分 玉环心里难受 可又不能丢下这些人 她剪掉一缕青丝 让高丽师带给玄宗一再服软 而玄宗看后 连夜派禁军出城 将贵妃接了回来 二人一见面 玉环就趴到李隆基身上 哭诉着这些天的委屈 这一哭 玄宗更心疼了 经过这场风波 两人的感情越来越稳固 李隆基甚至陪着玉环下跪 对月亮许愿 生生世世都要做夫妻 永远相爱 永不抛弃 可这个诺言很快就被打破了 天保十四年 安禄山鹰看不惯 杨家人的娇奢营翼 发起兵变 带领十五万大军 击破同关 闯进长安 逼得玄宗 不得不带着玉环逃难 但说是逃难 其实是大批人马 护送两人跟杨家亲戚 终于 在队伍行至马维坡时 六军将士忍无可忍 发动兵变 杀了杨家众人 接着 他们潮水一般 涌向玄宗和贵妃的住处 由陈玄礼出面 逼李隆基处死杨玉环 李隆基听闻后 提剑走了出来 可他年事已高 又失去了明星 拿什么护着玉环 为了江山 他选择退步 杨玉环得知后 再一次哭着祈求 可玄宗别开头 根本不敢与他对视 隔天 杨玉环一袭白裙 走进那个名为空空的寺庙 他转头 看见旁边有个老和尚 一瞬间 记忆席卷回来 那时他父母双亡 伯伯带着自己去长安 陆至马维婆停下歇息 他因为调皮 跑进了这间寺庙 当时只有这个老和尚在念经 玉环跟他打招呼 老和尚一开始还笑眯眯的 可仔细一看 突然变了神色 说了句 我们还会见面呢 这再见面 玉环就要为爱赴死 回想这一路 他终于看得清楚 是自己高估自己了 一代家人 从此 香消玉云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1992年 周杰主演的杨玉环 可以说是最美的 两部杨玉环之一了 强烈推荐小伙伴们去看看 那么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